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如果要问例行赛冲刺阶段联盟状态最好的两支球队 那答案可能就是火箭和独行侠了 火箭以一波11连胜紧追勇士 重燃附加赛的希望 独行侠也在磨合完毕后打出了一波连胜 不仅逃离了附加赛区 更有了冲击西区前四的架势 结果4月1日 这两支球队就迎来了正面对决 本以为是火星撞地球 但局势却一边倒 独行侠早早拉开分叉 最多是领先到29分 最终轻松击败火箭 继续攀升排名 如果独行侠能一直将火热势头 保持到例行赛结束 作为球队大当家 刘卡甚至都有机会在MVP的争夺战 逆势翻盘 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 Irving在此期间的精彩表现 这支成熟体独行侠中 Irving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 在Luca前三节稳定输出 保证基本盘的情况下 Irving成为了第四节的破局尖刀 总能在关键的末节 给予回应一箭封喉 比如3月30日 独行侠对阵国王 这是他们和西区前六 直接竞争对手的面对面交锋 结果他们不仅末节逆转赢球 还在赛后被解收员Perkins评价道 我现在确信Irving和Luca 是联盟中最危险的二人组 那么包括这场对国王的比赛在内 Irving本赛季在关键时刻的发挥 究竟有多出色呢 在好好打球的情况下 他都存在对Luca和全队来说 又有哪些利好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 身为联盟关键球之王的Irving 3月15日不敌雷霆后 独行侠就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连胜步伐 刀下之鬼步伐 金块火箭等状态火热的球队 更是双杀了直接竞争对手国王 基本宣告逃离附加赛区 其实球迷原本并不觉得独行侠能在此期间 打出如此出彩的战绩 毕竟Irving在从3月开始进入摘戒月 日落新线方可禁食 个人状态大概率会受到影响 但事实是 进入摘戒月以来 他的个人场均数据和效率 比起摘戒月之前都有提升 摘戒月之前的43场比赛 他场均25.2分4.9助攻 命中率48.9% 但截至4月1日打完火箭 他在摘戒月的9场比赛 场均25.8分7.0助攻 命中率高达51.7% 这其中 他贡献出的名局很多 逆天抛投绝杀金块 更是传世名化 连作为对手的约老师都赞美到 如果说有谁能投进这样的球 那就只能是carry了 除此之外 连战国王火箭Irving也都有上加发挥 在上周之前 各路分析人士都曾表示 3月27日和30日连战国王 对独行侠来说将非常重要 一旦稍有不慎 他们就可能跌到残酷的附加赛区了 这其中 27日这一战非常顺利 独行侠下半场打出74比43 在末节还剩4分钟 就将比赛打成了垃圾时间 最终客场狂胜36分 但30这一战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同一块场地同一个对手 仰精蓄锐了三天的国王 一开场就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 一路保持领先进入末节 最多是领先到15分 眼看球队陷入绝境 站出来解决问题的是Irvin 他先是利用国王的失误 自己带球到前场 命中追身反击三分 将分差缩小到三分 一个球权 然后接Luca的助攻 中投命中反超比分 Barnes打中2加1后 又是Irvin三分线外 单挑国王的防守汉将 Kean Ellis 抢起三分命中 帮助独行侠再度超出比分 国王再次追平后 还使Irvin站出来 强杀篮下抛投得手 重新稳定住军心 突破中距离三分 全能的Irvin在第四节彻底杀疯 单节四中四 以100%的命中率拿到了14分 最终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 值得一提的是 Luca在这场比赛 拿到了26加9加12的准大三元 因此如前面所说 Perkins才惊呼 Luca和Irvin的组合 是联盟最危险的二人组 除此之外 独行侠记者Delton Trick 也发Twitter表示 这是他自2011年冠军赛季后 第一次感觉独行侠这么强 紧接着就是4月1日 胜火箭一战 这场比赛虽然是大胜 但其中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Luca打满首节 单节命中5G3分 狂砍22分8篮板 半场结束32分 三节结束47分 其中更包括这种 被逼到没有空间 没有出手角度的情况下 随手一抛的压上命中 以及这种 几乎都没有起跳的三分命中 以上几个球可以说是神仙球 下面这球甚至都不能称为神仙球 而更该称为艺术 面对火箭连胜期间 状态出色的澳洲内线Landale Luca连续使出梦幻脚步 以假动作细耍对手 最终轻松上篮得手 按理说 这样一场比赛 独行侠应该能轻松拿下 但Kid却在第三节末 不出所料的犯兵了 摆出Luca加小Hardway加Hardy 加Axon加Claver的阵容 可以说是毫无防守了 火箭因此打出一波13比4 在第三节末将分差缩小到18分 稍微延续了一点比赛悬念 但打到末节 Irving又又又又一次 站出来解决问题了 前三节合计只得9分的Irving 先是强硬单打Aaron Holiday 中距离跳投得手 然后在险些失误的情况下 捞火球 仰手命中一击3分 接着他又借Gafford的掩护命中3分 算上技术犯规的罚球 他末节一上来就连得9分 包括小Hardway的这季空位3分 也是他杀入禁区 吸引多人包夹后的分球助攻 总而言之 Irving在2分钟内独得9分1助攻 带队打出一波12比3 将分差重新拉开到27分 末节虽然Luca1分未得 但Irving贡献15分4助攻 以一己之力浇灭了火箭追分的希望 从上面几场经典比赛可以看出 似乎Irving在第四节 总能显出杀手本色 之前其实也科普过 NBA官方将最后5分钟 分差5分以内的情况 称之为Clutch Time 即关键时刻 而事实是 Irving本赛季在关键时刻的发挥 非常可怕 首先说明 Irving本赛季至今的命中率 为49.4% 三分命中率为41.1% 罚球命中率90.3% 场军正负值则是正的4.0 联盟第37名 但到了关键时刻 Irving的三项命中率 能够陡然提升至61.1% 50.0%和92.9% 比起例行赛的平均值都提升了一大截 场军正负值同样是正的4.0 但不再是联盟30名开外 而是联盟第一 这也就是说 对Irving来说 Clutch Time和平常的例行赛 没什么两样 能交出更高的效率 带队情况也更加稳定 而他在关键时刻的场军得分 也是仅次于Curry和DeRozan的联盟第三 另外 他出战的时间打到关键时刻 球队的战绩为14胜3负 胜率82.4% 这个数字同样很恐怖 因此 说Irving是本赛季的关键球之王 似乎都没什么问题 只可惜 Irving出战场次不足65场 所以最佳关键球员这一奖项 注定无法落到他的头上了 这样的Irving 对于Luca来说 堪称无比适配 一来 身为末节之王 关键球之王的他 能补上Luca体能的短板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Luca的体能问题并不严重 只是过往习惯了单和带队 在比赛一开始就火力全开 常常打满了第一节和第三节 这种打法打到第四节 常常就体力不足了 昔日独行侠有很多输掉的比赛 都是Luca末节疯狂打铁葬送的 而Irving则不一样 天生大心脏 越到最后时刻越来劲 他的存在 让Luca第四节可以专心于分球组织的工作 甚至是在场上休息 而不是在体力槽见底的情况下 仍然一个球一个球的拼命打 而来则是具体到比赛中的打法问题 往常 独行侠的对手常采取的一个策略是 尽全力包夹Luca 逼他出球 堵他的队友打不死人 事实是 前些年 独行侠的射手算不上稳定 每逢不准的时候 也确实会因此而输球 但Irving的牵制力让对手不敢肆意包夹Luca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毕竟单防关键时刻的Irving就已经近乎于送分了 更何况是给他露出空位呢 对这火箭一战之所以能取得大胜 就是火箭不敢轻易包夹Luca 于是显得缩手缩脚 反观独行侠 明确知道火箭的外线除了Jalen Green之外 惩罚不了自己 于是肆意包夹Green 11连胜期间气势如虹的Green被包夹南提南倒 就此吃鳖 在这一战只有15中午 仅得12分 细说起Irving的牵制力 包括快攻出色 阵地战全场无死角进攻 得分爆炸力和得分持续力都很强 这就决定了他会是一名百搭的球员 我们都知道Irving的单打很厉害 有流离于体系之外 不依赖任何体系的感觉 但他偏偏又能无缝衔接近任何体系 这就是有无球兼备的好处了 这样的Irving也算是现象级球员了 更何况Irving还是一名自适应的球员 不需要球队和队友改变 他自己就会自动适应球队需要他做的角色 有关这一点 过往他的履历就能证明 而且对Irving来说 Luca和独行侠这个团队 也确实是最适合他的 Irving的体格并不像LeBron字母哥那样 本身尺寸体重就不占优势 再加上很多技术打法 都是对抗之后的急停急起 因此有一定的受伤风险 很难在强队做一整个赛季的持球大核心 但在大当家累了的时候 他拿球接管非常靠谱 比如Luca下场休息的时候 Irving控球稳健合理完全不用担心 就算他手感不好没能打进 也总比上头瞎打 被对方推反击打一波高潮要好得多 一个无球意识极强又堪称空运之神的顶级持球二当家 配合一个球伤拉满无差别单打全联盟的持球大核 他们合作打出这样的表现其实并不意外 那么为什么上赛季Luca和Irving的组合 连附加赛都没进呢 一方面是磨合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人员配置的问题了 而从人员配置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引出独行侠本赛季的争冠前景 上赛季独行侠的重要轮换球员如Bullock Powell Claver等人事实证明难堪大用 虎人本赛季打到后来近乎于DNP的Wood 上赛季在独行侠居然是三当家的角色 这就说明了 上赛季独行侠的阵容是多么的畸形 多么的不适配Luca 本赛季从Lively再到Washington到Gafford 几乎全是和Luca一加一大于二的球员 于是他们在磨合充分后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连胜 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 Trick认为今年的独行侠是夺冠后13年来 最强独行侠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会疑问 2022年闯入西区决赛的那只独行侠不配提名呢 事实是 那一年包括很多独行侠球迷在内 都很少有人认为他们能走到西区决赛 除了Powell堪称全民皆兵 几乎全员发挥都超出了预期 之所以能迈过次轮 纯粹是因为贵为联盟第一的太阳 在抢七战崩溃的莫名其妙 以及2022年西区各队受到的伤病影响也都不小 灰熊精快快艇因为核心的短缺 分别倒在了次轮 首轮和附加赛 否则当年西区的格局大概率会大变样 这种情况下 独行侠能不能进西区决赛就很难说了 今年的独行侠则不一样 众多跳跳难的存在拉高了下线 Luka和Irvin的组合拔高上线 这支球队有体型优势 有善于利用节奏的核心 有对抗 有篮板 有投射 两大核心还都是季后赛型球员 每逢大场面就爆发 Luka首节发威 全队前三节上身体对抗打消耗战 拖到末节交给Irvin硬节 这种打法一般球队很难扛得住 因此这支独行侠很可能是2018年Luka入行以来 争贯希望最大的独行侠 Luka对Irvin能信任到什么程度 看这个球 看到Clapper交球给Irvin后 Luka就直接回房了 事实也是 Irvin使出经典一穿二过人 赢着小Sabonis打板命中 在我看来 这支独行侠很可能会在季后赛 给很多球迷带来惊喜 可能谁都不想和他们打一个系列赛吧 又或者 有某位机器人一身入局 强开无双 封印住达拉斯的大魔王 善莫大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